好吃... 這麻蟹一船似的你知道嗎 越甜那越好 越甜越甜了... 好棒 我在馬來西亞 我在吉隆坡 我在冰城 太棒了 我在登家樓 我在沙巴 我在沙老月 都OK了 快去下樓喔 好好吃喔 又要送禮物了 要送禮物給大家 決定送出這支布 為什麼 那當然有意義的不是隨便送 當然 這是製作人好聽的說法 對... 這收得到他的一碼 再多的說法也無法掩蓋 我們鬧著玩的相片 現實面 資金的窘境 我已經到過了 嗨 鬧著玩 沒有錯 太好了 我們今天來到哪個國家 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對 就是回到我們的主場啦 好 台北市 今天在台北市 台北市也很好 但為什麼會回來台北市呢 原因只有一個 好 就是我們沒錢了 沒有經費了 在這邊繼續持續地呼籲 全台灣中小企業冠名贊助 好不好 我們鬧著玩的需要所有的觀眾朋友呢 一起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叮噹好不好 好好直說的 但雖然回來我們的主場 台北市 但是我們還是要 秉持著環遊世界的精神 要要要要 對... 我們在台北要怎麼環遊世界 我們來用美食來環遊世界 漂亮 OK 我們就用餐桌 對啊... 每一個餐桌來環遊世界 剛剛也講到一個重點嘛 這個經費有限 對... 對 我們這次在台北也很好 可是我們現在環遊世界 要怎麼環呢 一定要有交通工具嘛 大家以為我們要坐捷運 當然不是好不好 我們窮乖窮 對 但是我們今天很了不起 而且我們也要有效率嘛 對 要有效率 我們這個本公司鬧著玩 本公司 終於有第一台外型車啦 對 要有空氣的外型車 而且呢 是由我個人提供的 喔 你提供了 我提供 大手臂耶 你們不要這麼說 不要說 各司其職 能夠做什麼 我們就努力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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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來 用力 那我們就上外景車囉 好 來... 來... 這一台就是 我們的外景車 好啦 那現在怎麼玩 鬧著玩手發團 嗚呼 這個簡單啦 這個就馬來西亞吧 應該是吧 馬來西亞的美食嘛 對 那很好找啊 我跟你講 我最熟 我跟你講 這個我最愛吃了 而且這幾年喔 莫名其妙 台北市出現 很多馬來西亞餐廳喔 多了很多家 對... 那我自己決定嗎 對 你們自己決定 你有心裡面有 這個藝術的餐廳嗎 我記得這附近 好像就有一家 跟我走 好... 沒關係 還要騎車 蛤 欸 我... 我外景車出來了 還要停在這裡用走的 本公司的第一輛外景車 你不用 很浪費耶 好 GO OK Let's go 你... 後面是他沒風啊 是嗎 對啊 一坐下來整個軟掉了耶 好啦 我要帶來貫通的啦 我看... 應該還是要呼籲一下 那個... 摩托車界的長腿叔叔們 蛤 在這邊呼籲 全台灣摩托車的... 長腿叔叔喔 的公司們 長腿叔叔們 麻煩你們喔 幫我們冠名贊助一下 拜託... 穿過去就到了 我們等於說是在這個 閻集街的附近 閻集街附近就很多一國美食了 不是 哈囉 你看就是這個套餐啦 哈囉 請問有人在嗎 請問一下我們是YouTuber 我們可以先來邊吃邊拍嗎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搞定... 我們趕快進來看看 好 來 我們進去看 我居然找到早餐耶 那如果讓妳推薦的話 我們只能點一份早餐 整個店裡面妳最推薦哪一份 台灣沒有的 它就是 就是大食你媽的飯館 特食飯館 好不好 因為乾爹吐司其他店還是有 對 你講到重點 對 好吧 那我就乾爹吐司一份 你可以吃一下再來吃這個嗎 可以嗎 好 老闆都已經盡力推薦這個了 好吃啦 夠香的啦 這就是馬來西亞 對... 帶辣的 帶辣的耶 我一樣 但是香氣非常非常的足 我覺得吃他們這種啊 這個算是什麼飯 椰漿飯 一般我們在馬來西亞吃到這個飯啊 它其實是用椰漿飯 可是他們好像是用台灣的這個糯米 跟白米這樣而已 其實它本來就是跟台灣一樣 用塑膠袋 然後包著 然後是真的一個飯糰 但是因為我們要拍攝 這樣大家可以看得到 清楚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把它打開 然後那個醬 那個醬的辣 這樣慢慢的沖上來 那個頭刀的香氣 真的 醬汁 這個醬 我跟你講 這種醬吃下去 就是我跟該位報告 這個就是回到馬來西亞的感覺 對 我每次回到馬來西亞 其實我倒是蠻常吃這種 椰漿飯的 我最喜歡椰漿飯裡面的配料 就是這個花生米的小魚乾 很香 因為他們的花生米 就是小魚乾 好像基本上都 像花生它都有炒過小魚乾 然後也有炸過 所以它那個小魚乾炸過的香氣 跟花生米一入口 就回來馬來西亞 那個有夠讚耶 那個香味 但是你必須講錯的話就是說 你有去過馬來西亞啊 你嘗過那邊的美食 你才會覺得回到那邊 但是你沒有去過人呢 我倒覺得你真的可以來這邊 然後去體驗 什麼叫做去馬來西亞 真的... 真的... 還有這麼大的一塊魚皮吧 這個叫做什麼 就像飯糰裡面有油條的那個感覺 它就是一定是最有設計的 那飯糰裡面也要有一個脆感嘛 那台灣人嘛 我剛剛說油條一定要有 這個有 那個薄脆薄脆 很香 好吃 這個妳的最愛 有拉泡泡 你們有拉嗎 有拉 要有拉喔 不要用那種什麼粉去弄的喔 這喝就喝出來了 OK... 這個就是馬來西亞的這個 茶餅 這一杯我可以喔 我每天喝一杯我都是OK 它那個甜度 它是以茶香為主 奶香為輔 甜度真的 我覺得非常適合普羅大眾都可以 可以接受 欸 什麼 要同場嗎 要同場加運 同場加運之前 我跟大家講一下 老闆娘他們人很好 老闆娘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她剛剛端了一碗這個 對... 魚頭米粉給我們喝 這個... 也是經典 我們剛剛一喝真的覺得 怎麼以前在吉隆坡沒喝過 對... 這個裡面有一點椰奶 對不對 有點奶味 然後有一點酒味 對... 老闆娘說她放紹興酒嘛 紹興酒 她以為這個人很簡單 有放一酒你就給讚 對 這個人OK OK 那對觀眾朋友也很簡單 有鬧子玩 你們就按讚 對... 好不好 拜託... 分享喔 訂閱小鈴鐺 YA 就是這個 朝思暮想的 對 有這個奶油跟嘎耶 好吃好吃 這馬一轉四了 你知道嗎 越甜到越好 甜的甜的 好棒 我在馬來西亞 我在吉隆坡 我在冰城 太棒了 我在東加樓 我在沙巴 我在沙老爺 都OK了 我去笑了 好好吃喔 老闆娘她剛剛有說被我們嚇到 妳跟觀眾講一下 我們是管真的 對 都完全沒有聯絡過 真的嚇到我 呼籍檢查 不好意思管 對啊 嗯 所以妳說妳們今年幾月開 6月底 6月底才開 現在幾月啊 11 11月 才開4個多月而已耶 真的 我不知道 熱騰騰的 熱騰騰的店被我們開箱了 被我們開箱 挖到飽 挖到飽 很不錯耶 恭喜你被我們鬧子玩採訪 謝謝 我只能跟你講說最近 你知道嗎 我們鬧子玩成立之後 很多的私信 多少的店家 他們自己捧著錢來 所以要給我們置入 我們一律都不接受 這是一種緣分 對 你知道因為他知道 我們開始要回歸到這個平台 很多人希望我們去跟他們 拜訪一下 對 然後真的有準備一些 什麼贊助獎金什麼的 讓我們去辦 我們說這個沒有 這個不要 我們要自己去找 對 那今天既然我們找到了 所以我就跟你拿一下獎金 欸 沒有啦 說不拿了 不是啦 沒有沒有 還玩笑 新人王這一家真的不錯 新人王 而且我好不容易 提供我外景 你都在嫌破了 對不對 居然一大早 還有人把我的車給弄破 更破 你有拍到嗎 你就這樣自己 自己坐著 然後就拍一點點 他說要夾GoPro 我說夾這裡 他說不要啦 夾這裡 後面可以拍得到永烈 就轉轉轉轉 啪 這樣啦 怪力難咧 那這邊找什麼桌子 這個去哪 問一下好了 問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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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下一個國家 好 如果抽到韓國 你就在隔壁去吃 欸 很OK耶 你有韓國嗎 一定有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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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 out給浩子 浩布里市長 在環遊市集的時候 吃到現在還會懷念的美食 就是說 我現在打電話給他說 浩子啊 你最懷念的是什麼 他那麼亂講 我們就完蛋了 0955779 對 哈哈哈 手機又不放身邊的人啊 他今天不知道有沒有錄影 如果說他錄影的話 那就玩喔 他通常 可以 嘿 他去游泳 他去游泳喔 問寶貝魚也可以吧 問寶貝魚也是一樣 不能代表可以吧 可以 那個我 我是鬧著玩 我們是YouTuber 呵呵 你好 我是顏社長 呵呵 嗨 嗨 我問你喔 你這麼了解浩子喔 浩子帶你去環遊世界的時候啊 到現在他念念不忘的美食會是什麼 應該是西班牙的海鮮 海鮮燉飯 燉飯 對 我們可以連續吃很多片 它就是很印象深刻 然後很符合 也很符合彈味 這樣子 其實最主要符合 它的味應該是 Sangria那一杯酒吧 就是 因為老實說我們知道 就是他環遊世界回來 有兩個國家也特... 都有聽他講啦 譬如說西班牙他最愛了 他那邊也待很久 那當然印象最深刻是古巴嘛 對不對 然後他最喜歡 最愛的那個地方呢 美景就是瑞士嘛 你們還有再回去嘛 對不對 對 對啊 那問他幹嘛 問我就好啊 那就是西班牙燉飯 那就是西班牙燉飯 沒辦法 這是任務啊 浩子去游泳喔 對啊 那他今天要露營嗎 他今天有他的班嗎 喔喔 欸 那他如果沒有露營的話 為什麼不來 我們 其實你剛剛講說 有空的話 到這個東區厚像來找我們 來找我們一下 好啊 好啊 謝謝你喔 OK 好 好 拜拜 好 拜拜 我跟你講我們 我們鬧子丸其實是 其實是這個什麼 輪班制的 對對對 每天輪流上班的人不一樣 那大家畢竟都有些事要忙嘛 對啦 怎麼輪都有我 其實滿累的 下次可不可以 換我去游不游泳一下 好啦 我們來吃一下西班牙的海鮮燉飯 這個 等一下你 這家店的 好牛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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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個 鬧子丸 Youtube 你好 我們可以進來用個餐 然後記錄拍攝一下嗎 我跟老闆講一下 好 麻煩你 好 謝謝 你問他有西班牙海鮮燉嗎 先問嘛 先問他行不行嘛 一家西班牙餐廳 如果沒有西班牙燉飯 那叫什麼西班牙 來了 老闆 老闆來了 老闆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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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是永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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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YouTuber 我們是鬧著玩 網路節目鬧著玩 所以現在是鬧著玩 對 沒錯 那我們想說找到這間很好吃的 因為我們的製作人有來吃過 想要來推薦給大家 西班牙海鮮燉飯 不曉得可不可以用餐 然後邊拍攝 沒問題 太好了 太好了 又帥的又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實在啊 謝謝...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我們車停好我們就進去了 OK 好... 再帥哥一位 好 老闆來了 謝謝萬哥 愛啊 對了啦 這西班牙大鍋飯 海鮮大鍋飯 對 而且他們的米粒 就是小小顆的那種感覺 對 沒錯 對不對 對 它就不是爛爛的 它是粒粒粉 粒粒粉餅的 歐洲都是這樣 所謂的海鮮燉飯 裡面一定要具備哪些海鮮啊 海鮮的話 其實任何海鮮 不過基本的海鮮就是蝦啊 然後像這個蛋菜啊 然後是蛤蜊啊 對 然後裡面我還有放了旗魚在裡面 旗魚也有 其他重點其實是海鮮高湯 就是說它的精華在海鮮高湯 漂亮 它的靈魂 用海鮮高湯來去燉這個飯 沒錯 對 好 哇賽 欸 那可以問一下這一個是 這個你是行家 對 剛剛已經看到你桌上 已經有這個西班牙水果酒了 來到西班牙 就是要喝一下 Sangria 就是它 來一個海鮮飯啊 或是一些 Tapas 這樣 這個說真的我真的沒有喝過耶 今天浩子老婆沒有點的話 我沒有喝過 你沒有喝過 我沒有喝過 這是西班牙的靈魂啊 是啊 是啊 對不對 它們的血液啊 你先喝是不是 沒有... 你忙你的嘛 我喝一下 好... 海鮮高湯的味道 就是粒粒分明 然後米粒你還可以吃得到 好像煮不透的那種米心一樣 歐洲最具代表性的米飯 就長這樣 你去吃意大利的燉飯大概有這種感覺 但是西班牙的這個海鮮燉飯 對啊 這每一顆好棒 而且你去把每一顆 把米粒咬破之後呢 它所釋放出來的這個海鮮的高湯 那個海鮮的味道 就真的彷彿又重回到西班牙的那種 街頭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它這個燉飯啊 它有保留米心的部分啊 咬起來啊 有點像是鍋巴 有點類似那樣子的感覺 它除了有一點海鮮高湯的鮮味 全部都有濃縮在這個裡面 最主要是那個 它還有一股番茄的味道 有 一定有嘛 對 它那個番茄的味道 其實也蠻重的喔 西班牙燉飯 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口味 有點在進化啦 還記得當時那時候 我們去歐洲的時候 每次吃到的這種保留米心的飯粒 都很不習慣 我想說是沒有煮熟喔 但過了幾年之後 我們現在其實很習慣這件事情了 感覺反而它把它煮得太爛 我們反而還覺得它還不道地喔 這個很道地耶 這個整個那個飯粒的感覺 米粒的感覺 就是在這歐洲的感覺 很道地 然後一口咬下去 真的是海鮮味道大爆發 很好吃 我們也算是見過世面 見過大風大爛 真的 好棒... 我們開眼界 我們現在連口界都打開了 都可以接受這樣子的米粒 開口界 海鮮 海鮮 這海鮮當然是我們台灣自己的 是 是 蛤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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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幹嘛 顏永烈在喝飲料 阿翔跟你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很熟悉啊 啊 這一壺啦 萬一你跟我們分享紅酒 喔 這個 海鮮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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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喔 好吃好吃 很道地 還有那杯酒啦 還有那杯酒啦 湯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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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好啦 阿你不要亂跑喔 等一下有路過的話再去找你喔 好 掰掰 再見囉 抽签啦 剛你抽嘛 旁邊是什麼 我們現在第三家就是 這一集的最後一個 對 沒錯 應該特洞的啦 我們現在在安和路的巷子 哇 什麼國家美食都有 好來 好 上道具了 上道具刮 什麼意思啊 真的抽到這個 對 地球一樣 就是一個轉 然後一個這樣 你要我點哪裡 剛剛沿路上看到 有什麼日本 韓國這種店最多 泰國 然後就是香港地區 對 好不好 因為我對地球其實是非常了解的 就整個國家在哪裡啊 北邊 東邊 西方 我完全全是了解的 控制哥嘛 以前出外景都是他在導航的 不是 也不是這樣講 我對他是有興趣的 所以我有研究 所以你要我點哪裡 我就可以去把它找出來 好 日本好了 日本比較簡單 來囉 預備 3 2 1 所以你要我點哪裡 我就可以去把它找出來 好 日本好了 哇 點到了 日本 啊 完了 我點到 這是什麼啊 華沙 華沙是德國啦 波蘭 喔 波蘭 波蘭 波蘭啊 我不是說 波蘭 我是點這裡 有賣手說波蘭菜的嗎 可以 用手機啦 用這個熱鬥 我們重錄一個好了 這個 不是 波蘭 波蘭菜 波蘭菜是什麼啊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哇 這是俄羅斯啊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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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不到耶 找到沒 波蘭菜店 我找到一個了 你看 你看 那你有沒有看到 永久停業 對啊 你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啦 We'll open your eyes And see the way I see Cause all the little want is For you to be happy with me 迷路了 等一下 在前面這邊啊 欸 是不是可以停車嘛 我們走過去啊 找到了 阿丸 你自己開車來啊 但很特別喔 外觀看起來 一點都不像喝咖啡的地方耶 你看 剛剛都沒有人耶 好漂亮 阿賀 打電話 有 按電鈴啊 我按了 老闆應該沒有跑遠 因為桌上還有一台電腦 跟麥香奶茶 還在用 而且他的手機也還在 所以你現在打電話是沒有用的 不好意思 我們是 Youtuber 我們Youtuber的節目到處玩家 然後我們查到 可以用麥套 波蘭套 然後也可以喝波蘭咖啡 不用波蘭咖啡啦 是土耳其咖啡 是土耳其咖啡 但是你 如果我們給土耳其咖啡 你可以用波蘭的咖啡杯 給我們嗎 可以 那可以啊 那這沒事了嗎 這件事情就是 不曉得我們 來看瓷器 跟波蘭咖啡 我們可以稍微記錄一下 是 可以啦 但是重點是 我不會做出的起來 那你懂波蘭的瓷器嗎 對啊 那你可以幫我們 觀眾朋友介紹一下波蘭的瓷器嗎 對啊 一點點介紹一下 好 這樣也OK啦 可以啦 有 波蘭桃的瓷器是 它是手繪的淘氣 那本身是很高溫度的淘氣 對 它是很耐用的 你拿來看一下 這個是手繪出來的 對 它的 超漂亮的耶 那它的價格的方式是這樣算的 它是看它的花色 它畫的越細價格會越高 像這個價錢就比較高了 這個算是中間的價格 我有世俗的問一下 世俗 這個大概 這個有價格啊 這個是3310 3310元 3300 這一個要3000多塊錢耶 是波蘭幣嗎 是台幣啊 是台幣啊 如果你這樣問的話 我會跟客人說是美金 然後 哇 我覺得是當然跟一般來講的話 它可能不是那麼那麼的評價 但是因為我們買的是它的整個 它剛剛說它的特色 對 以及它的藝術 它手繪的 以及它的高使用度 我覺得很漂亮 那它的風格是比較可愛 就是動植物 或者是一些童話故事 那還有一些宗教意識 因為它是天主教的國家 所以它會在意復活節啊 感恩節 聖誕節 萬聖誕節這種節慈 那它還會有一些日式的東西 因為波蘭桃最大的外銷果是日本 所以它有很多東西是為了日本做的 那你知道波蘭它吃的大概是什麼料理 蛋料理 所以它 都是很軟的嗎 還是很清淡的蛋 蛋 蛋 雞蛋的蛋 蛋的料理 波蘭桃它有很多都是深藍色的 它就是為了要反映蛋的黃色 漂亮 問到一個重點了 你看... 這整片都藍色的 幾乎都藍色的 藍色為主 然後比較少 因為它們吃蛋料理 要呈現它的那個黃 蛋黃 所以它們陶瓷的歷史已經非常久了 很久了 大概十幾次就開始了 你們來看看 好可愛 童話故事的 公主跟王子 你看 這一個小公主她坐在馬車裡面 好可愛耶 這是一個磁鐵 對 後面是坐磁鐵 你說你孩子有沒有在家 用這個送茶壺泡個下午茶來喝 那個心情有多開心啊 你看你看你看 這樣子 它是一體成型的 你看 然後這樣 直接這樣喝 哇 一整個下午 你看喝了這樣的下午茶 那個心情有多美麗 好 我們看完了瓷器之後呢 很可愛的店員呢 請了我們喝土耳其的紅茶 嗯 那我們抽的是波蘭 沒關係 我們是用波蘭的杯子 欸 這樣好啊 等一下要是我們抽到土耳其的話 我們就直接跳過 PASS 有沒有 也算完成了 對 欸 但我們有各自選了一些 我們自己喜歡的一些陶器嘛 那我們今天選了這麼多東西出來 就是要來送給我們 有在看我們鬧著玩的朋友 又要送禮物了 要送禮物給大家 本來如果沒有抽到這間店 如果我們都是吃的話 就不會有 對 但是既然碰上了 對 我們就來送 這個送給你們禮物 也等於是 對我們來講 雖然是甜蜜的負擔 好 也是啦 對 因為剛剛製作人說 預算只有五百塊而已 預算五百塊 我們說實在 真不好找 對 我們剛剛看到這麼多 我還以為湯匙 欸 你以為湯匙 在五百塊以內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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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這個真的是 是獨一無二的好不好 那沒有辦法 它超過了我們的標準 最後我們決定送出這隻兔子 唉唷 為什麼 因為它 對 在預算內 哈哈哈哈 店員還有說他們 因為波蘭也很重視宗教嘛 所以 兔子代表復活節 所以他們只做很多復活節 都會吐著啦 好好好 那當然 有意義的 不是隨便送 對 波蘭當然 這是這個製作人好聽的說法 對 對 就收得到他的一碼 再多的說法 也無法掩蓋 我們鬧著玩 現實面 現實面 資金的窘境 波蘭 霧華姐的兔子哦 抽籤 還下一集了 下一集囉 有意義的 到那裡 我們 優惠 有意義的 無法掩蓋 為 我們 詞 我們